大家好,这里是我们的Solidworks系列教程 今天的主题是字顶向下设计 我是曾启峰 字顶向下设计它是一种Solidworks的建模概念 与之相反的概念是从底向上设计 什么是从底向上设计呢 它就是我们刚开始接触Solidworks建模的时候 如果我们想要把一个小车的模型建出来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想要先把小车这个模型 它的零件先把它建出来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把这些零件把它拖到一个装备体里面 然后将它之间产生一些配合的关系 把它们的位置定下来 比如说铜心啊 重合啊 这些的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来完成一个小车的一个装备体的一个建模 这是从底向上设计 它是它的关键参数是在零件的层次把它定下来的 如果需要更改设计 我需要打开这个零件 然后更改某一些参数 并且更改的结果会影响到我整个小车的装备体 那自顶向下设计的话呢 它是一个反反过来的概念 也就是说我今天我设计的一些关键参数 我是在装备体中 或者是说这个零件它的外部去把它定下来的 OK那我们现在就我们直接看一个案例来对这个自顶向下设计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这里是一个小车的底盘的一个建模 那它是一个装备体 然后它里面有这些零件 OK那现在的话就是这个案例呢 它是一个我用自顶向下设计的方法来建模的一个案例 我们先观察一下它的结构 就是这里是它的一个底盘的轮子 然后外面这个是它的它的壳子 底盘的壳 然后这里有一个电机 电机模块在这 那电机模块输出的动力会到这两个齿轮 然后接下来它传给这个齿轮 然后再把动力传给这个轮子 这大概就是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结构 那可以看到假设就是这里有很多孔位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孔位 这个孔位呢 它是预留给这个你这个螺丝的一个孔位 这个螺丝是用来固定电机的 现在我们发现这个孔位啊 它有一点被这个这个轮子给挡住了 就是所以可能会导致说我们在取这个螺丝的时候 有可能有点不顺畅 那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孔位把它稍微往里动一点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刚好到这个轮子的这个 就是轮幅跟轮幅之间的空隙的这个位置 就不会被这个轮幅给挡住了 那如果我今天我是从顶向上设计的话 我需要打开这个零件 然后去更改这个零件中这个孔位的一个参数 对吧 那并且我还要再打开这个碳线位板去更改参数 然后再打开这个后面这个板击去更改参数 最后我再打开这个电机盖去更改参数 那这样子的话 它这四个孔才会同时向里移 但是这样子的话 它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我这个更改过程 它非常的繁琐 因为我要打开四个零件 然后做四次同样的更改 才能够看到我这个更改后的结果 并且这个更改后的结果是否符合要求 这个还不一定 也就是说它的更改过程非常的麻烦 第二点就是说 这个更改的过程 如果我这个孔位 比如说我今天拿它去做一个同性配合 那我现在我一改了这个孔位 那它我切回东西铁的时候 它立马就要报充 因为它这个同性配合就 它就结不出来 它就会产生一些冲突 所以主要就是有这两个问题 一个是修改反锁 一个是有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可预知的报酬 所以这边的话 我采用的是置顶向下设计 那我现在就来看一下 怎么去更改这个孔位 我的所有的关键参数呢 是在我的装配体的这一个草图里面 就像刚刚所说的 我的置顶向下的话 我的参数是在零件之外的 也就是说它是 它是在这个装配体里面 然后透过更改这个装配体中的一些设计参数 来影响装配体中的这些零件 它的一些形状啊 几个尺寸啊 这些的 OK 那现在我打开这个草图 你可以看到这个草图 它就表达了这个电极啊 齿轮啊 轮子 它的一些关键参数 以及刚刚说的那个固定的孔位 OK 那现在的话 我就想要把它往里调一点 所以就是它现在这个距离这个是2 把它改成Full OK 改成Full 然后我退出草图 这个时候它有一个重建的过程 OK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螺子 它被向内移了一点 然后呢 现在它已经 它已经躲开了这个 这个轮幅 它遮挡的范围 然后它这个取螺丝的过程 就会非常顺畅 OK 那这就是我们一个 置顶向下设计的一个 初步的一个直观的认识 在对置顶向下设计 有了初步的认识之后呢 我们 今天的主题 主要关注 我们如何将我们的机构运动 用Solibus的草图来表达出来 并且 透过这个装备体重的草图 来驱动装备体重的零件 它的几何尺寸的改变 以下分成四个主题来讲解 第一个部分是 机构运动简图 了解机构运动简图之后呢 我们就能透过一些 大家都通用的符号 来表达我的一个机械结构的一个简化的一个结构 第二个部分是简化的机构运动简图符号 这个部分的话是我们要将一些手绘的机构运动简图 在Solibus中的草图中表达出来 它包含了运动副的表达以及连感的表达 第三个部分是外部参考 也就是说完成这个草图之后 我要怎么让这些零件能够跟着这个草图中的关键参数改变 这个时候就需要使用外部参考 让这个零件产生一个外部参考去参考 这个装配体草图中的关键参数 最后一个部分是草图块 这个主题呢 其实在我们的草图绘制的一个教学中也提到了 这里的话主要是强调如何运用块 来加快我们的这个装配体草图的这个绘制 第一个部分我们来讲解机构运动剪图 为什么我们需要机构运动剪图 因为它的重要性其实是在于说 我们如果今天我要分析我这个机械结构 它的一个运动状态 以及它的一些运动的特性的话 比如说速度啊加速度啊 然后它的某一点的某一个构件上的一个点的位置的变化 那我就需要去绘制一个简单 并且清晰能够表达我的整个机械结构的一个图形 那这个图形就叫做机构运动剪图 并且它包含了两个最重要的元素 它的构建 就是通常就是它的连感 以及它的这个运动副 也就是运动副的话有可能有旋转副 移动副或者是齿轮 齿轮接触的那个高副 那这里的话是一张就是它的实际的机械结构 和绘制成机械运动剪图的一个对比 那之下我就介绍一下这个运动的符号 首先是这个连感 OK连感的话它有分成两个节点 三个节点的或者是四个节点 那打一个圈的话就是 呃是我们的这个转动副 然后画一个方块在一个槽里面滑的话 就是我们的移动副 那右边这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高副 高副的话呢要求把这两个高副 它的这个接触的这个面的这个轮廓呢 把它绘制出来 那右边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机构运动剪图的一个实际的案例 这边的话呃我稍微讲解一下 这个旋转副的话大家应该是大家最好理解 比如说一个轴它在绕着一个点旋转 这里就会有一个旋转副 或者是说呃我的轮子 然后绕着装在这个轴层 然后这样旋转的话 它也是有一个旋转副 那移动副的话呢 在我们涉及到的领域最常见的 就是比如说气缸 气缸的话它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移动副 它的这个气缸的缸杆跟它的缸体之间 就是做一个执行运动 那至于这个高副的话 可能就比较难理解 那我们最常接触到的案例就是齿轮 齿轮它的一个它的这个接触呢 其实就是一个高幅的运动 如果我们要表达这个两个齿轮的这个 呃它的这个机构运动剪图的话 我就画两个圆 然后它相切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齿轮的这个机构运动剪图 第二个部分 我们要将前面的机构运动剪图的符号 把它简化 并且让我们能够很快很方便的在SW中的潮图中把它绘制出来 我们主要针对的对象 其实呃是这三个 第一个是连杆 第二个是我们的转动 旋转幅 然后再是我们移动幅 然后还有一类的话是我们的那个高幅 高幅的话就是它的它的形式比较固定 就是齿轮 OK 然后画两个圆相切 那现在我就直接切换到SW的界面 来讲解一下我们怎么去表达一个机构运动剪图 首先我先先建个零件 然后我选择比如说优势机构面的潮图 那我们就来画就是刚才的这个东西 它这里的话呃这里 这个部分的话这个高幅的部分我就不画了 我就画这个部分 OK 然后切换到SW 它是这里这样子 然后它这根是一个移动剪图 对吧 那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如果要表示旋转幅的话 其实我们只需要就是有一根线 一根线的话可以表达连感 比如说这种带两个节点的连感 我们只需要这样表达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带三个节点的话呢 你可以额外再拉出一条线 OK 比如说这样子 然后我定义说这三个是我的节点 这样的话就可以画出带三个节点的连感 那所以刚刚这张图我将画一个带一个节点的连感 带两个节点的连感 然后这里的话呢 呃这里有一个移动副 移动副的话我们的表达方式是价值 就是有两种表达方式 一种的话是如果它这个移动副它的它的这个其中一个构建它是固定的话 也就是说它是不动的 那我就可以这样的话 然后这两个点分别代表了我这个移动的最远的位置跟最近的位置 这样的话就可以简单的表达我的移动副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它的这个两个构建 都是运动的 那这种情况的话我就要这样子来画 比如说它运动到这里的时候它是这么长 然后运动到这里的时候变长了这么多 也可以这样子画 就是这样子画 然后让这两个线段相等 相等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是说这是它缩到最短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是它生长的状态 然后这一段的话就是它实际直线运动的这个距离 所以我们这里的话我们的画法就是 我们这样子来画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表达出了这个 这个机构它运动的一个大致的状态 就是说一个是照着这个点旋转 一个是照着这个点旋转 然后这两根是相等 那这条线的话如果想要画得比较清楚的话 就把它这样子画 然后我让这两个相等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东西它缩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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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 它就运动到这 这样的话就表达出了我这个图形 那我表达的是两个极限的位置 那这样子的话我就把这个连感旋转缩移动缩都讲完 就是它们的表达方式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齿轮高辅 齿轮高辅的话 假设我今天我有两个齿轮 然后这个分度源是36 那我只需要这样表达就可以把一组齿轮 它们之间的传动关系把它表达出来 那通常的话我是习惯就是 这个齿轮我把它用勾到线来表达 不然的话它会就是让画面比较乱一点 以上就是我们这个如何要用生路指的草图 简化来表达我们的机构运动减图 第三个部分外部参考 在完成装配体的草图绘制之后 我们已经把机构运动减图 以及这个减图中它的一些关键参数 在这个草图中表达出来 那现在的话我们希望这个零件能够跟随 草图中的关键尺寸 进行它几何尺寸的改变 所以我们要把零件和草图之间建立外部参考 我主要分三个部分来讲解外部参考 第一个部分是什么是外部参考 包含了就是它在收集图中的一些显示状态 第二个部分是我们怎么去创建我们的外部参考 那以及我们需要考虑一下 就是创建之后呢 会对我们装媒体的性能带来什么影响 这里的话还会顺便提一下一些常用的 一些创建外部参考的一些方式 这些方式的话是就是实际经验 累积下来告诉我们就是比较不容易 报错的一种创建外部参考的方式 并且它可以让装媒体的性能尽可能的提高 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创建外部参考之后 如何去管理它包含就是锁定还有修复一些报错 还有就是断开这个外部参考 那我们接下来直接切到设计过室的界面 来看一下什么是外部参考 这是一个双配体 它是一个实验感结构 那现在它就是说我们看一下 左边的这个设计数 这里有两个零件 这两个零件呢 它在零件后面多了一个箭头的符号 这个箭头的符号就是我们外部参考的符号 一旦这个零件它有了外部参考 它后面就会跟一个这个箭头 并且它有外部参考的那一个特征也会有这个箭头 最后到它的那个草图会有这个箭头 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是否创建了外部参考 我们只需要观察它有没有这个箭头就可以了 第二个部分的话来说一下就是怎么去创建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Driving这个连杆 它还没有创建 OK那我们来帮它创建一下 我们右键它然后编辑零件 注意这里是在装配体中 一定要在装配体中 然后右键这个零件 然后点击编辑零件 这个操作是在 呃等于说是我们在装配体中去编辑这个零件 然后它会进入到一个编辑零件的界面 右上角这里会有一个符号 那并且我呃你可以进行一些设置 让它的这个呃被编辑的这个零件 它的颜色是显示出来的 然后其他地方是一个框线的一个状态 这个设置的话是在呃系统选下 然后颜色这里 颜色这里有一个呃在装配体中编辑零件 使使用指定的颜色这个你们可以勾选一下 那另外一个就是呃装配体中 呃应该是显示 显示这里有一个这个强制装配透明度 这个也可以选一下 有这两个设定的话 你应该就可以显示出跟我一样的这个界面 那再来就是说我怎么把这个 啊产生外部参考呢 我选择这个草图 然后编辑草图 这里的操作就跟我在打开这个零件 编辑它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呢我按选择这条线段 跟这条线段 我让它相等 OK 注意到我点选的是 一个是在这个零件中的一个草图的一个线段 那另外一个线段呢 它是在装配体这个right view 这个草图中的一个线段 我让这两个线段进行一个相等 那这操作其实就是 呃我让这一个 这一个零件中它的一个关键尺寸 就是这个两个 这个连感的长度 我让它参考这个装配体中的 这个我画的这个直行的长度 然后我们退出场图 退出零件编辑 然后回到本来这个号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三个零件呢 它都生成了 我有参考了 那我们可以简单的验证一下 它是否能够跟着这个去变动 可以看到它现在这里是有点干涩 是吧 就是如果降到这个点的时候 它有点干涩 所以我们试图把这个点给它高一点 那我们就更改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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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更改参数 就更改参数 ok 然后退出场图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发现 它1,2 它的连感长度会自动调整 这个还不够明显 我们更改一下这个连感长度 比如说把它改成140 ok 那现在的话 你就可以明显看到这根杆 它变长 它现在变成140了 在更改之前的话 在更改之前 它是120的长度 那这就是 我们已经成功的建立一个web参考了 那常用的这个建立的web参考方式的话 有以下几种 就是 连感结构的话 我推荐 我推荐大家都使用 长度相等 那如果是比较复杂的连感结构的话 比如说它是三个节点的 那我建议的话 可以有几种画法 一种是 我画一个三角形 那三角形的话 只要三根线段 长度相等的话 那就完全确定了这个 两个三角形之间会全等 这是一种画法 两个节点呢 就没什么好说 它就是 直接线段相等 然后三个节点它还有个画法 就是你可以 就是这样子拉 一条线出来 然后你让这个线垂直 那现在我的三个节点 就是这三个节点 OK 它跟 它跟这个画法 就是它的区别就是在于说 呃 在这种画法下 我的这两个 这两个线段 其实它代表的是 这个第三个这个节点 它对应原来这个节点 它的一个 Y坐标跟X坐标 OK 所以它 这两个线段的长度 就变得更有意义了 那两种情况 你就根据自己的需求去 去 去选择 那再复杂的节点的话 再复杂一点的也是 呃 一样的方式就好 比如说你可以再 这样子连出来 这样子 然后又多个节点 就是一直在推 这个是连感的部分 另外部分 我建议都使用这种长度相等去做 而且尤其是 尤其是你这个连感 它是运动的时候 你一定要这么做 因为如果你这个连感 它是运动的 然后你不这么做 而是选择了 比如说呃 这个点跟连感的点重合的话 那你这个连感一旦动起来之后 它的这个重合的点 就会跑掉 那你就整个照片体就 报错了 你就整个 整个东西都会报错 所以不能用这个点跟点的重合 而是要用这个长度相等 对于这个运动的连感 还有很重要就是 呃 有一些孔位 就比如说 这里有几个孔位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你这个东西 它是 它是不运动的 比如说呃 这里 我画了两个孔位 这两个孔位是 呃 它这个 实践感机构 它这里有个支架 在这边 那这个支架呢 它是不动的 那我就可以 呃 我就可以再画这个支架之后 我选择用一个重合 OK 重合 我们看一下 我现在在这里画一个支架 它大概是有这样 一 二 三 四 四 四个圆孔的一个支架 我先键零件 然后又是机能面 我选择这样一个位置当作原点 然后我让它是四个圆孔的 然后都等于四 OK 十吧 等于十吧 然后接下来我把它做一个等于十一 然后再拉伸出它 然后再拉伸出它 如果这个零件 如果它是要产生外部参考之前 你要先 让它的位置在装备体中先定下来 如果你直接编辑它 它会弹出一个警告的对话框 我给你们看一下 它会跟你说 你这个零件还没有完全固定 OK 它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那所以就是我们要先 把这个零件先 位置先把它定下来 那这个零件我画的时候 我有选好机能面 我就自己让它重合在这 可以上次机能面 可以重合 然后又是机能面 我把它用的距离 比如说 这是一个支架 那现在这个支架 它已经完全定义 不对 还没完全定义 它 我再做一个上次机能面的平行 OK 这样它就完全定义了 然后接下来我要生成 产生产生一个外部参考 那这个时候呢 我当然也可以用这个 比如说这个线段箱的 来把这个 这两个孔之间的箱的位置定下来 但是 呃 就是 这也是可以的 但是 这样的就意味着说 我要画很多这个线段 那因为这个零件 它基本上它就是固定的 所以 呃最方便的 最方便的方法应该是 我直接让那个圆重合 还有这个 跟 看一下这个草图 还有点看不清楚 我把它固定一下 这个 跟这个 重合 OK 这样的话 我试了点一重合之后 它的位置就完全确定下来 那我这个零件就 这个草图就完全定义了 这个零件也就画完了 就非常方便 你只需要四个重合就好 但是如果我像刚才 刚才要画直线的话 那我可能 就得画 呃 首先这是一条 然后这里又要画两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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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把它完全定下来 所以就会像那样说麻烦一点 这个是对于不动的零件 我们可以用这种重合的方式 然后动的零件 建议使用这个长度相等的方式 去 去产生web参考 这就是以上两种常用的 那个web参考 那最后 最后的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管理 这个web参考 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种情况 就是说 嗯 他报错了 这是第一种情况 我们先来简单看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我这个草图 我改着改着 我把这个点给删了 那他 ok 我把这个给删了 然后我可能后来又想到 我可能画了另外一个点 ok 然后这个点它可能在这 我把这个点删了 那它现在我推出之后 它就要产生报酬 因为它丢失了 ok 它的web参考丢失了 那我怎么去修复呢 最快的方法就是我打开这个零件 然后我看一下是哪一张草图 爆错了 ok 我知道是它爆错了 然后它它显示这个包含不再存在的 这个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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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意思就是说 呃 它本来参考的东西丢失了 那我就直接编辑草图 那编辑草图的时候 你可能没办法一下子找到 那个丢失的东西 在现代的话 我们能很明确的看到就是它 但是之后那个 那个模型复杂了之后呢 你可能没办法快速的找到 那我们这里有个很方便的工具 它叫做显示删除几何关系 在这个草图的选项卡这里 我们把它点一下 然后它这里有一个选项 就是一个过滤器 ok 我们直接选择外部 ok 外部这里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里 有一个黄色的这个 它就 它就 就是丢失了一个状态 或者是你可以选择就是 那个 那个悬空 悬空的话 它也会出现 ok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到外部这里来看 然后我们就看到 它丢失了 那我们把它删除 删除之后呢 它就不报错了 ok 它不报错了 那现在就是我们要重新把它产生关联 那就重复刚刚的操作 一样去编辑 然后接下来我把这个移过来 把它充分了 这样的话我就把它修复好了 这个是第一种最长期的情况 就是它报错了 那大部分是因为丢失 那丢失之后呢 就就就就你要把它删除关系 然后再再重新配合 把它生成外部参考一下 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在使用外部参考的时候 有一个东西 你们可能觉得很方便 但是一定要慎用 就是这个东西它是那个 转换视频引用 这个转换视频引用 你一旦用的时候呢 它如果报错的话 是比较难修复的 就你只能全部把它删除 然后删除之后呢 假设我今天我这个圆 我是转换视频引用的 那我把这个圆删了 OK删了 那好了 你现在你本来 假设我这里配了一个螺丁跟螺母 螺丁螺母是跟这个圆孔配的 我这个圆孔一删了之后 我再重新把圆孔画上去 就是重新转换视频引用一个圆孔上去 那你这个螺丝螺母又要报错了 OK 那你就修了一个报错之后 又还要再修一个报错 但是如果我今天我是 用这个语言把它重合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我在修复的时候 我只需要删除他们 重合的这个几个关系 重新让它重合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这个圆孔 它在这个零件里面 它是没有被删除的 也就是说你配在这个圆孔上的 螺丁螺母它也不会报错 这样的话就会减少很多那个修改时间 以及电脑这个报错的这个次数 这个是一点 再来就是说 还有种情况就是 我们产生的比较多的外部参考 然后今天我们希望它不要再根据这个草图来更新了 那有个办法 就是你把它给 我把它打 我现在先演示一下 就是如果我刚改了这个 这个把比如说改成 改成一把 现在这个零件是会跟着变 对吧 但是如果我把这个零件打开 然后我右键 这个设计数 这里的外部参考 然后呢 我把它全部锁定 OK 它这里有个锁定门断开 锁定的意思就是说 呃 它这个外部参考暂时没有效果 但是它还存在 你只要结束锁定 它就全部又回来 那断开的话 就是意思说我要 把所有的外部参考官员都删除 并且这个断开它是不可理的 OK 我们先锁定 然后现在我如果再去更改这个的话 OK 你就可以看到它这个零件不会随着它变了 这就是锁定的一个效果 那如果说我把它就是又结束锁定了 OK 结束锁定 外部参考 然后把它全部结束锁定 OK 你发现它又变过来 就是它这个锁定也就是这样 那以上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外部参考 它的这个一个管理的方式吧 最后的话就是提点一下大家就是 呃 等你们这个建模技巧到比较熟练的时候呢 你们建模的时候要考虑一下 我这个装配体的性能到底好不好 那就是装配体性能的影响 装配体性能的因素有很多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这个重建的时间 我希望这个重建的时间要越短越好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比如说我做一个更改 然后它很快的重建好 然后我就可以继续进行下一步 就可以节省时间 但是你一旦生成了一个外部参考之后呢 其实它的重建时间一定是会变长的 因为它就是它重建的时候 它要去更新这一个它的这个外部参考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嘛 所以它的重建时间就会增加 并且如果你使用了越多的外部参考 它的这个重建时间就会越久 所以刚才就是我在使用外部参考的时候 比如说长度相等或者是重合 我都使用尽可能找外部参考 像是这个圆孔 圆孔的话你们可以发现我这个圆孔的直径呢 其实我是在零件层面把它定下来的 然后我只引用它的这个孔位 因为其实说你这个这个这个零件的这个孔的尺寸 你其实它有时候得要根据这个加工的方式 它有不同的公差 它得去调整 如果说我把它也在这个专门底草图中去表达的话 这个草图就会非常复杂 我可能一个地方我得画好多好多元 才能够表达不同 比如说它这有几层零件 然后它的不同零件上的这个圆孔的大小 所以现在这种画法的话 一方面就是你既减少了不必要的这种引用 提高了你的装媒体性能 然后你又兼顾了这种不同零件 它可能需要不同的孔尺寸的这种要求 这个就是考虑到我的修改方便以及装媒体性能 我直接做了一个衡量 做了一个平衡 就是我不能说太偏向哪一边 一旦偏向比如说偏向很方便修改 那我的可能整个装媒体性能就下降了 如果我希望装媒体性能又要求的很高 那我可能就不方便修改 这个很多时候建模就是这样子 那以上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三个部分 第四个部分 草图快 草图快的话 它其实就是一个 它是一个几个图形 但是它是可以被放到设计库里面 然后重复的去使用它的一个 一个一个快 一个几个图形 那这个快的相关知识呢 我们在草图的教学里面有提过 这里的话我就是简单提一下它的应用 好吧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应用组 我罗列出来大概分成几种 第一种是我们的场地元素 像是去年的话 就是那个ChangeUp那一年的话 球的话是它是相对好画的 因为我就画一个圆嘛 然后直径的话就160毫米 这个大家画久了都记得 然后框的话其实也可以直接手画出来 就是其实就是一个两个 三个圆 然后一个圆表示内镜 一个圆表示外镜 然后一个圆表示那个周围四根杆的直径 然后再四个小圆我就画完了 这是去年的道具 我看它下面来说好画一点 但是 今年的这个底座 你说你手画一个 好吧可能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这个非常需要这个草图块 如果我们把这个底座的这个草图 把它几个图形把它保存成块的话 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拖起来 那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是我们的标准键 我们的这些零件我们都把它 一些常用的东西我们把它做了这个块 包含比如说这个电机 就是它的三个视图 这样的话我可以在草图中很清楚的看到 它这样的空间 以及它这个走 输出走的这个输出的这个位置 OK 这个是标准键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就是 你可以用来表达说我这个机器的另外一个部分 它的一个简化的表达 像是我这边解了一张图 就是这是一台机器 然后它 左边这个草图 它是在设计一个台底座的一个机构运动简图的一个表达 然后右边这里是 右边这张图是它的CD模型 蓝色的部分是表达它的机器的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一个次换的部分 然后因为它们两个挨的比较近 所以就是说它们之间 我在设计这个 左边这个没有蓝色的部分的台底座的结构的时候 我需要考量 我不要去跟右边这里干涉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用一个块 把右边这个 这个纸状配体 它的一个大致的轮廓把它画出来 就是左边这张图粉红色的这个草图的部分 这个块的部分 这样的话有几个好处 一个是它的这个参数它被隐藏出来了 隐藏起来了 所以说整个画面中就少了一些不必要看到的参数 这些参数其实是别的装备体的一个轮廓的一个参数 这是第一个好处 那第二个好处就是说你不会不小心更改到就是这个它的一个外的一个轮廓 并且其实你也不需要去更改它 因为它 不需要平凡的去更改 因为它其实就是 它其实是别人这个地方耗完之后 它有一个大致的一个形状 然后你要去避开这个形状 这个就是第三个应用 然后最后就是齿轮跟这个同步带轮 齿轮跟同步带轮的话 如果你们就有一种画法就是你可以把它这个齿形的这个槽图块把它插入到Solibus里面 然后直接进行一个突然拉伸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快速的画出一个齿轮或者是一个同步带轮的一个齿形 主要应用的话就是这四种 那今天的教学就到这边了 这个是中文字形的 你不在这边